大家好,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馒头的做法 只要学会这一步,馒头就非常的有嚼劲 120毫升的温水 加入5克酵母 5克白糖 搅拌融化 倒进500克的面粉里 和成偏硬一点的面团 面和好之后,盖上保鲜膜 密封发酵至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里面有很多蜂窝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入少许的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团放上去 反复揉搓,排一下气 一边折叠,一边用拳头使劲的按压 这一步可以反复多转一会儿 可以使馒头更加筋道 然后搓成仓条 下均匀的面剂子 留下一个面剂子 把其余的用保鲜膜盖上 防止表皮干裂 下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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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e均匀 我自己开心 你 rail 下均匀 你好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 好嗎? OK